這個消息真的讓大家嚇了好大一跳 因為前幾年我們一直提醒 大腸癌大腸癌都是國人 癌症確診的第一名 結果他連續15年是第一名 這次被肺癌往上竄生了 其實對我們來講 不是太意外的結果 因為其實過去在肺癌 我們一直知道 他的死亡率本來就是一個第一名的 已經持續非常多年 至於在發生率的部分 他之所以竄上來 是因為我們最近那個國界署 他們有分析 因為我們一直在推什麼癌症篩檢 那大腸癌很早期就開始 所以目前掉下來 或是控制住是跟這個篩檢有關係 那至於肺癌的部分 是從去年開始 那當然我們也確實在這幾年 也有聽到很多的這個胃教宣導 所以是認為人數的增加 跟這個胃教宣導 還有民眾健康意識提升有關係 可能大家都比較願意去做篩檢 那而且他們現在判斷就是說 因為從去年開始做這個 針對這個高危險族群提供的這個 LDCT的一個篩檢之後 可能這兩三年 應該都是肺癌跑不掉 也就是除了今年之外 可能接下來明年後年 也都可能是肺癌 對 那但是呢 就醫師或是臨床端的分析 他們是覺得這不外乎 也算是一個好事 因為早一點發現 早期發現比較多的人出來做檢查了 而且他們有從數據上看到 就是我們看到最下面這個 期別分佈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現在早期的佔比 是到大概三成多 三成五左右 那這個部分呢 你對照上面我們的存活率來講 當然對這個醫療端會希望說 盡量就是早期的佔比越多越好 因為它的存活率確實是 你看從100% 你看到四期也才一成 這個簡直就是差太多了 那過去我們在晚期的 這個佔比是比較高的 那現在是希望逐步可以 慢慢慢慢往早期來移動 好 健康2.0也在提醒大家 如果是高危險族群 低激量電腦斷層 或許你應該要 掃一下你自己的肺部 你看喔 早期的話 這個零期 100%的存活率 接下來一期也有94 但是如果到了比較晚期 三期的話剩三成 四期的話 末期的話剩一成二 所以早一點發現 當然是好的 但主任你說最近 常常被問到一個 這個有點尷尬的問題 我想最近大概民眾來診監 問了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 我要做肺癌的什麼 LL 我們就知道是LDCT LLL 那第二個是說 他來的時候有症狀了 然後他可能就 X光一照 他可能就是有肺部的腫瘤 然後甚至是有點嚴重了 他們想說都問一問 問題是為什麼 我又不抽菸 然後他們想到 是不是我前陣子 這過去兩三年打了疫苗 會不會這個疫苗加速我 造成我這個腫瘤的形成 或者是惡化 所以很多人的疑問是 是不是因為我打疫苗的關係 造成肺癌 這樣子 它是 跟這個是有點相關性 基本上我們的想法跟態度是說 第一個從科學證據來看說 一個正常細胞變成變異細胞 變成突變 變成一個比較不好的細胞 形成所謂的原胃癌 然後變成一個早期的肺癌 然後到惡化 那單純從一個正常細胞 病變到一公分大小 平均要花一到七年的時間 那從這個邏輯來看的話 那你打疫苗 雖然說會影響 的確會影響 我們的身體的免疫系統的改變 那這些免疫系統的改變 對我們形成癌症這件事情 到底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坦白講 目前是沒有足夠的科學證據去說 它是好的或者是壞的 但是我相信說 因為這是一個大規模的施打 包括台灣全球 那以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想過幾年 我想應該會有這個問題 這個流行病學的資料來回答說 那到底這些大規模施打的 不只是新冠肺炎疫苗 包括其他疫苗 對我們的癌症的形成 到底是一個良性或惡性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可以討論的 但是我覺得民眾也不要太緊張 或者是說在互相討論過程裡面 引起不標的糾紛 一個是擁護疫苗 一個是絕對沒有關係 我覺得這是可以理性討論的 但目前是沒有足夠的證據 去說yes or no 所以你說從正常的細胞 到哪裡是要七年時間 到原胃癌嗎 正常細胞開始突變 然後形成一公分大小 一公分大小 大概是哪一個圖 原胃癌的早期肺癌 到這裡是要七年的時間 對 一到七年 因為肺癌裡面有分小細胞 肺癌跟長的速度是不太一樣 那一公分大小 平均代表是11個細胞 那11個細胞相當於是 印度幾年前的人口 或是中國幾年前的人口 所以一公分11個細胞 其實是很大量的 那為什麼是一公分 因為一公分在X光上面 基本上是我們認為 可以被偵測到 但是也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才有後面的LDCD的問題 所以要到X光 隱約可見一公分的時候 其實已經經過一到七年了 從這邏輯上來看 我想它前面的確有一段 我們無法偵測到 或是未來科學發展上 一個努力的空間 其實現在在這幾年 過去大家覺得吸煙才會 其實這幾年已經說 不是了 就是吸煙當然還是會造成肺癌 但是很多人不抽煙的 然後甚至家裡的油煙 空氣當中的PM2.5 家裡頭燒香拜拜 或者是說外面的空氣污染等等 我們健康2.0談過很多次 那至於大家擔心的疫苗的部分 不用太緊張 因為形成過程時間很長 所以不管怎麼樣 不太可能是這個原因 但我們持續會帶大家 來關注這個後續 那吳醫師 你被問到的是 重複感染傷害肺部 會不會造成肺癌 應該說以病理學的角度 如果說一個小朋友 因為我的患者也有兒科為主 但如果說重複的一些肺部發炎 甚至導致肺部纖維化 去對一個器官的細胞造成太多次破壞的話 但理論上它可能在修復的過程中 是有可能會增加基因突變的風險 只能這樣子說 但是我們不會那麼果斷的 就那麼武斷的說 因為你之前有肺炎 所以你現在就會肺癌 其實不能說這樣子直接導致 但是我還是必須覺得說 肺部的一個健康還是很重要 像當然大部分的癌症 像蕭醫師主要是接觸中老年的癌症 兒科其實也有癌症 兒科的癌症當然比較不一樣 是以白血病血癌為主 但是之前在醫院的時候 還是偶爾看到一兩例 可能十幾歲肺腺癌 真的非常罕見 就是十幾歲的算是青少年 這個你就比較難用正常的邏輯 例如說暴露空氣污染太久 或者怎麼樣去做解釋 所以有時候我們也會覺得說 可能跟基因還是有一些關係 可能跟家裡抽二 家族病血 或者是家裡面 可能真的有人抽菸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二手菸 或者是一些菸汗 三手菸也是 其實也可能都會造成一些 致癌的風險 所以其實像這一類 我們就會覺得說 不生防 所以像主神提到 我覺得像一些健康檢查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好 比較簡單的方式就是 我們只能盡量去避免那些危險 抽菸 家裡頭有人抽菸 拜託他戒菸吧 然後再來出門在外 戴上口罩 或者是應該有的防護 或者是像抽油煙機 我們告訴過大家 媽媽在煮菜 你抽油煙機不要掉太高 你基本上是大概在 之前有專家告訴大家說 大概是在鼻子上面 二十公分左右 他才可以抽得到 不然你的鼻子 就變抽油煙機了 所以這些很重要 那檢查是必要的 可是理事長就很多人問你 檢查到節節 很緊張 好多人 現在好多人問了這個問題 我有節節怎麼辦 在中醫裡面 當然我們對於 肺精的一個保養 我們知道手臺 肺精在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去按摩他 去按壓他 當然我們是隨著我們的一個方便的時間 來按壓 那當然就是在中藥裡面 我們如果說有發現了這樣的一個 節節的問題 避免轉化的話 那最重要提升免疫力 那提升免疫力 要看體質 如果他本身是比較所謂的 氣虛型的 沒有活力 沒有動力 看起來比較容易累的 那這個我們就要補氣 顧費 補氣 顧費 我們推薦的就是多吃人參 白足 人參本來就是補氣 一個最好的一個中藥財 那另外白足是減肺 但是太補又不行 所以我們又加一點麥門東來滋潤 調和一下 對 那如果說 他本身是比較乾燥的 那我們要滋陰 潤 肺 滋陰 所以我們很乾燥 體質乾燥 尤其像冬天的話 那可能就是空氣比較乾燥 那我們會利用像黃崎 還是有補氣的作用 但是加上砂身 砂身也是潤肺 養肺 但是會滋潤的作用 再加玉竹 玉竹就是威瑞 它有潤肺 養肺 增加免疫力的作用 所以我們用肺精的保健藥膳裡面 我們可以利用這兩道一個原則 來搭配我們的食材來熬頓 那這個的話 如果沒有節節的人 當作保養也可以嗎 其實這個就是一般的一個 保健養生的作用 主要是做免疫功能的一個調節 而增加抵抗力 好 太好了 那玉環老師也要教我們一套功法 對 我要來教一個這個功法 叫鎮陽顧腎法 和這張圖是息息相關的 那先跟著老師 請你站起來馬上練習 從小手指開始 在丹田的位置往內翻轉 再翻轉 翻轉三次之後 用我們的核骨穴 對著我的後腰 這是我們的腎疏 對著腎疏之後提氣 這個時候就可以補我們的腎氣 提氣是要垫腳尖是不是 就是把垫腳尖 叫做抬腳跟 OK 抬腳跟這個時候就氣入腎 落下來之後 從前方化圓的同時 膝蓋彎曲落下 再一次的起來 從我們的丹田 做一個螺旋轉 從我的心筋 一路轉動到我的肺筋 所以轉三次 到後腰氣灌入兩腎 提腎氣落下來 那我們現在來看 為什麼跟這張圖 是息息相關的 為什麼它叫正陽 有正就有偏 我曾經教過一位中醫師 他說老師我想分享 他自己看到的 他說每個人都想活下去 包含我們的細胞 可是我們的生活習慣 可能不好 或者是我的身體有偏差 然後非常的虛類 他說老師 其實癌細胞就是不良少年 他也想活下去 可是正常的狀態之下 他活不了 所以他只好讓自己變形 所以這個功法 就是要告訴你 我怎麼樣增加自己的元氣 保持我的氣血是暢通的 這個練習 可以一天做三次到五次 就是你感覺開始累的時候 你就可以做這個功法 所以這個是等於補元氣 顧正氣的 對 所以叫正陽 你看正的相反就是偏 他已經不在這個軌道上了 顧腎 因為從中醫的角度 他認為元氣跟腎氣是人的根本 當我氣足的時候 我的免疫系統就會好 元氣飽滿 人就會健康 如果你是愛漂亮的女生 這個功法你一定要學 因為肺的功能好 肺阻皮毛 皮膚就會漂亮 我今天有模特兒在我旁邊 你們會特別看到 不是老年人才練氣功 你可以在好的時候就保養 所以我們看這張圖 你看正常細胞的時候 來保養是不是比較快 對 如果你已經到了早期的癌細胞 他已經變壞兒了 他已經不良少年 要矯正他就困難了 你是不是要去管訓他 那這個時候就要皮鞭了 所以人人都可以練的功法 好 廣告之後來看 如果我們的肺部有一些壞東西 我們又要怎麼把它給代謝掉 彥寬老師還有一招 他可以讓我們的壞東西 排得比較快 馬上回來 大家好 我是健康主播鄭凱雲 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幫我們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另外很重要 在底下有個超級感謝 可以按下去 表達對我們的支持